首先要下载Xbox云游戏专用的浏览器插件 这个插件可以在谷歌微软苹果浏览器上安装 我用Windows11自带的一级浏览器做个示范 下载插件之后我们可以打开Xbox云游戏的官网了 插件会自动检测及读取我们访问的Xbox云游戏官网 所以不用担心插件的可用性 登录你已经订阅Xbox Game Pass的账号 如果订阅土耳其区或阿根廷区等低价区的Xbox Game Pass会更划算 土耳其区一个月才11块钱人民币左右 我们现在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插件的虚拟手柄 建议你按自己的习惯来 如果你习惯按哪个键你就设置哪个键 建议大家不要启动鼠标 因为鼠标当作虚拟手柄 不好操作也不太方便 现在我们就可以玩游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期望 Xbox 云游戏实际上是订阅Xbox Game Pass会员的赠品 目前Xbox 云游戏 还在处于测试阶段 所以画质很低 而且延迟又很高 我建议大家使用Xbox 云游戏的时候 打开加速器 订阅XBOX Game Pass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使用低价区的 像土耳其区阿根廷区或印度区 土耳其区最便宜 一个月也就11块钱人民币左右 但是订阅XGP需要你有维萨万事达等国外信用卡或借记卡 国内的支付方式暂时不能订阅XGP 因为XGP没有你进到中国来 订阅XGP同时也需要你提供当地的地址 如果你想订阅土耳其区 我会把土耳其区的地址贴在视频的评论区里 虚拟手柄的设置你就按自己的习惯 我这里就不给参考了 因为我的习惯和大家的可能不一样 请不订阅土耳其他方便 我们请不订阅土耳其他人 没有颜色的 但是她说我习惯 这么多 商量 那么 普费 转